好继续带来看到吉安湘宁代表会 第21届第7次的定期大会开议 5月10号是由乡长尤淑珍进行施政报告 那么尤淑珍表示 目前已经是他这一任接近尾声阶段 各项建设成果陆续展现 也受到民众的肯定 未来还有很多事物要持续进行 公所团队会再接再厉打造幸福大吉安 吉安湘宁代会第21届第7次定期大会开议 5月10号由乡长尤淑珍进行施政报告 尤淑珍表示 目前已经是他这一任接近尾声阶段 各项建设成果陆续展现 也受到乡亲肯定 尤其是在中央与县政府的支持下 吉安湘开源节流 不仅完成许多建设 及举办很多丰富精彩活动 还能够为财政展下捡育款 吉安湘在中央在县政府 在我们大力的上级的支持之下 让我们在这三年以来 所有的这个益柱经费是十亿三千多万 那也让我们吉安湘 无论在我们的各项 社团不出多元建设完整 还有我们社会福利益柱推动 志工的整个执行面的等等的活动 建设圆满之后 我们还让我们所有的剩余的累计余所 能够赢与四千三百多万 未来还有很多要铺陈的 包含了我们进行的吉安湘 全部的水口盖的全面的一个普查 还有我们要的吉安湘治 以及未来还有十二个部落聚会所 还有五个很重要的客家延伸 以及地方建设都必须要一再的来执行 尤其针对于乡亲最重视的路平的部分 我们也会一条一条的来普通 游淑珍强调 未来还有很多事务要持续进行 吉安湘公所团队会再接再厉 纳造幸福纳吉安 借旅会吉安湘报道 请不吝点赞订阅